活动 刘欢乐 工作汇报 刘欢乐是留言环球共享俱乐部的创意简称 刘欢乐发言人杰克就留言网视频道领导提出的在不同的地方 是怎么组织的 具体做了什么 汇报如下 以刘欢乐 纽约为例 一 怎么组织的 一 为刘欢乐在纽约和周边地区的网友提供交流平台 Zoom 创建刘欢乐 纽约线上社区 通过Zoom平台建立了一个线上社区 方便网友们随时交流和分享信息 社区内设有不同的讨论板块 涵盖文化 生活 工作等多个方面 定期组织线下聚会 每月一次的线下聚会 选择在纽约市内或周边的公园 咖啡馆等地包括公司和家庭举行 这些聚会不仅增强了成员之间的联系 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放松和交流的机会 二 建立了多样化的活动小组 根据成员的兴趣和需求 成立了美食 旅游 文化 运动等不同的兴趣小组 每个小组都有专门的负责人 负责组织和协调活动 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小组活动丰富多彩 例如 美食小组定期组织烹饪交流会 旅游小组则安排周末短途旅行 音乐小组承办各种规模的音乐会 包括家庭音乐会等 文化小组举办读书会和电影赏息活动 运动小组则会组织篮球 羽毛球等体育活动 二 具体做了什么线上活动 一 每周举办一次线上讨论会 通过Zoom平台 每周一次的线上讨论会 主题涵盖文化交流 生活经验分享等 每次讨论会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 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 或与经验的成员进行分享 二 开设专门的群 WhatsApp 为了方便成员们随时交流和互动 创建了多个WhatsApp群组 每个群组都有明确的主意 如美食 英雄 文化等 成员们可以在群组内分享信息 讨论问题 线下活动 一 每月组织一次线下聚会 如野餐 徒步旅行 博物馆参观等 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成员为的业余生活 还增强了大家的凝聚力 例如 最近的一次野餐活动 在中央公园举行 吸引了超过50名成员参加 大家一起分享美食 交流心得 气氛非常热烈 二 定期举办文化活动 如书法 绘画 音乐绘等 丰富成员的文化生活 例如 书法活动 也请了当地的书法家 进行现场教学 绘画活动则提供了各种绘画材料 供成员们自由创作 公益活动 一 组织成员参与社区服务 如清洁公园 帮助残疾人等 例如 最近的一次社区服务活动 是在布鲁克林公园进行的 成员们一起清理垃圾 美化环境 得到了社区居民的高度评价 二 发起募捐活动 支持有需要的群体和组织 例如 去年冬天发起的募捐活动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 大量的衣物和食品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教育和培训 一 邀请专家举办讲座和工作坊 提升成员的知识和技能 例如 邀请了知名心理学家 进行心理健康讲座 帮助成员们应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 二 提供语言学习 和职业发展方面的资源和支持 如开设英语学习班 职业规划讲座等 帮助新移民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希望这个汇报能让领导更好地了解 解留欢乐在纽约的组织和活动情况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随时通过环球共享创意餐告诉我们 谢谢